要求他的情報單位 90天內交出所謂的病毒溯源報告 我們台灣的這個疫情的管理 我平常心裡講 我們如果剛剛在比對一下 中國大陸的管理情況來看的話 第一個台灣比較文明 中國大陸比較野蠻 在揚州的部分 那麼截至昨天為止是 確診人數394人 南京209人 那麼鄭州116人 你要相信嗎 不可能吧 我也不相信 可是他就敢公布 看到中國疫情在爆發的時候 看到非常標準中國式的做法 共產黨式的做法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疫情爆發 但是別人比我更嚴重 人比我更衰 中國這種強硬的 這種封城封神的手段 讓外界看得真是目瞪口呆 因為去年武漢就已經 這個發生這種慘況 沒想到又發生了 大家看到中國大陸那個樣子 覺得很可怕 可是一點都比較意外 因為中國有很多底層的民族性 它確實要用共產黨才能夠治好 前一陣子發生了 在中國有一個叫莫茶的年輕人餓死 你如果真的脫貧了 怎麼還會有人餓死 因為照理說 中國如果已經施打了 17億劑的疫苗 傳染啦 或說可能出現那些症狀 應該會輕微才對啊 但是顯然看到中國這種 強硬的防疫措施 都讓外界覺得是不可思議啊 現在很多人想打莫得到 現在打不到莫得到 現在很緊張是 沒有疫苗可以打 雖然今天本土案例只有三個 怎麼中國前途嚴重懷疑呢 你經濟已經在慘了 不打緊 長官要嘛來給你封門 要嘛突然間下一道命令全省喔 各位 比台灣還要大三倍 很多的都市喔 說不上班 不上班 說禁止跨省 不能跨省就不能夠跨省 旅遊業現在好多訂單已經賣出去的 現在不知道該怎麼辦 飛機要怎麼走 完全都不曉得 千萬不要用台灣觀點 去看中國問題 中國就是要這種對空凝槍 要過肩摔 這個就是汗門 這個是有效的 那麼包括南京 鄭州 揚州 這些地方官 沒有控制好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就進行一個懲處對不對 像南京副市長等等 就懲處啊 甚至於撤職罷關 還立案調查 立案調查就很危險 很可能就把你雙規 然後呢 把你的共產黨黨籍都 撤除掉了以後 就把你直接判刑坐牢 那會有什麼現象 就吃案 你知道嗎 我如果時報時 時報時消上去的話 我就GG 我就馬上被撤職 馬上被撤職了 我就壓 我就小心幫我壓 數字一定都控制在兩三位數 去年我們都不相信 他的確診案例是這樣 對不對 為什麼 就壓 地方就要壓 他們去分析 武漢P4實驗室 附近醫院的停車場車流量 到11月的時候 中國的百度 開始有人大量搜索 一個叫做咳嗽 一個叫做發燒的病狀 可以推估說武漢 在10月的時候 醫院有大量的人求診 而11月 中國內部有大量的人 發燒跟咳嗽 美國當其他國家 一定要對中國要求 再一次的到武漢實驗室 去做這個檢驗 就再一次檢驗 你如果認為不是你的實驗室 的疏忽而造成的 你讓WHO 你讓其他多國的衛生專家 公衛專家 再去檢查一次 中國拒絕 在拒絕的同時 Data來了 那Data它怎麼辦 這個時候就一招 寧可措殺不放過藝人 就再一次檢驗 陳時中去管中國大陸的話 那個大爆發一定發生的 你知道嗎 譬如說每天開記者會 它一定會爆發 那我們台灣每天開記者會 結果疫情可以控制 對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事故 十月武漢有個叫做世界軍人運動會 大家懷疑世界軍人運動會 是這個擴散的主因 結果他去訪問 世界軍人運動會的參加人員 他說 整個武漢內部 他說像個鬼城一樣 他說那個十月運動會的 的參賽選手 是義大利的 他說進去武漢那個地方 說像鬼城 然後三步一綱五步一哨 然後他自己在參與 世界運動會的時候 就有發燒發冷嘔吐失眠 然後他回到自己國內的時候 他的家人也有類似的症狀 所以整件事情很清楚 中國內部這真的是自討苦吃 就是你自己在搞基因病毒 現在逐漸要水落石出 現在又面臨到Delta病毒狀況 我認為習近平的內要萬壞 才剛開始 但現在來到這裡 中國的疫情蔓延的過程當中 我們剛才談論到搶疫苗 這個是小事 如果真的讓他們又給他發起來 後面到底會產生什麼狀況 後來他們發明了一個東西 叫無症狀感染者 不算確診嗎 是一口氣增加了4000多個 無症狀感染者 很小欸 他這次所謂的相關的確診人數 還是沒有把無症狀感染者算在裡面 可是問題是剛剛說了 無症狀感染者不管是400個 500個還是一樣會傳染出去 現在他們總確診人數 把他跟Delta有關係的 把他列為大概是1702例 這個是把之前在5月的時候 南部的廣州佛山 深圳那個地方 包括雲南的瑞麗 這兩個把他加起來 他們說是1700多例 我現在最擔心的事情是 整個中國幾乎都已經散開了 你看剛剛那個大樓裡面 大家在封門有沒有 現在只要聽說只要發現 你有走出來過 或者是你有開門三次喔 沒有出來但是有開門三次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會知道 人家家裡有開門三次啊 可是有人去檢舉嘛 就直接訂 把他瘋死訂 中國大陸14億人口裡面的 有一種農民的劣根性 農民的劣根性就是說 他的生活習慣是壞的 他不用這種強制的方式 他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所以他必須要用這種強制的方式 而且有效的 問題是你所有的飲食食物 是不是靠人家供給嗎 對 他如果換來要怎樣 他如果不快要怎樣 對 重點來這個地方 他不是像我們想像中 那個台灣大都給大家拚了 我說採訪拚來有沒有 就給你拚了你知道嗎 可問題是中國他不管你這一套的 你看他到這個民宅裡面去壓人 壓那個確診者或疑似確診者 直接壓走 你看他們一千多萬人 這樣可以在一天之內塞完 我懷疑他們不是用PCR 應該只是用抗原快篩 為什麼 聽說剛剛講的那幾個地方 南京 然後包括這個等於說 揚州還有鄭州 他們已經全民摔三次以上了 好再請找對付中國人就好了 你不要來搞台灣 所以我們看到中國這個樣子之後 就感覺到我們陳時中的偉大 這真是一個好官 不得了 你怎麼又說這個陳時中好官 善良善良善良到幾點了 門把你給封住了 用釘子把它給盯住了 你說在揚州這些地方 如果我們台商在那個地方 都已經馬上都已經 現在都停工了 它飛機場是關閉的 它高速公路是關閉的 然後你看一個村跟一個村裡面 連馬路都設置障礙的 你想用走路 你要走到隔壁的一個村莊去 你都走不出去 所以中國其實是死愛面子 他擔不擔心 他當然非常擔心 所以你們都在造假 你們都在造假 而且Delta病毒最可怕的地方在於說 因為在此之前就是因為 他們過得太安逸的生活 兩個半月以前 他們在笑我們台灣 對吧 他笑台灣說 我們現在正過著你們去年的好日子 結果你們忘了一件事 只要有一個破口規約炸開 你想想看 這一波是從7月20號開始 那你現在知道的那個數目是 你已經抓到的數目 而你不知道的傳出去的 我記得那時候就有卡車司機 就穿省過界 你整個都過嘛 對不對 那你怎麼會知道他是誰 所以現在整個情況已經失控 而且最可怕的是 就算你打了兩劑國藥也好 兩劑的科興藥 不好 這才是最可怕的 然後等到你現在要亡羊補牢 我跟你講 這個洞對不對 真的太大太大 這個洞對不對 真的太大太大 他本來可是拽得很 他本來你BNT 你想拿到藥證 不用啦 我中國自己有我的科興 我有我的國藥 根本都不需要你們 但是問題就是說 現在在全世界在流竄的 它都已經是變異的一個病毒了 除非現在開始又去針對 變種病毒去做一個引發 一定是二代疫苗 否則的話前面那些疫苗 那個都已經是過時了 那些是針對第一代的 現在都是第二代了 但不用擔心啊 高端年底會提前趕過500萬給你啊 高端這個事情到現在為止 我非常明確可以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高端絕對沒有辦法像 能夠告訴我說他能夠如何來阻擋Delta病毒嘛 你只要高端告訴我說我有50%Delta 我就可以了嘛 就有30%Delta也可以啊 高端沒有數據 高端給你打一個醬油在裡面一樣 給你打個味可樂在裡面 我不知道打進去以後什麼結果 他的疫苗不會對Delta病毒太好了 那個效果一定不好 所以我就說他有可能會搶那個 因為至少檯面上BNT Moderna是效果比較好的 我就要反過來看台灣的疫苗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擔心的不是今天的問題而已 還有明年問題怎麼辦 當然有你不檢討過去也不知道未來嘛 對不對 昨日之事明日之事嘛 又要想到一個人嘛 林權嘛 你現在考慮林權是不是 那個3000萬劑是不是關鍵問題 台灣的關鍵就在那個3000萬劑的 一個決策的一年之間的問題 那個3000萬劑下去的話 我們就是以色列的水準了 就一直趕上去一直趕上去了嘛 對我們疫苗不充足了 打兩劑都很難的一件事 哪有可能去打三劑 那他們中國官方怎麼還這麼信任 自己的科興跟國藥的 他就是共產黨說你要相信你就要相信 我要相信黨 你要相信 所以他之前 跟著黨走 他BNT都不給他EUA 對 他連那個BNT疫苗都不給他EUA 他就是要給你科興 他就直接要科興 你就是要打 這個在台灣就被罵死了 那個中國不會啊 他說共產黨說你就是打這個就是打這個 我說有效就有效 你還能夠講什麼 我們政府告訴我們說 高端是第二個護國神山 對啊 我們崇拜都不得了 結果告訴你 蔡文總統在接受 文藝成求的訪問也是這樣 連日本都是這樣喬接啦 現在反日本喬接跟高端什麼關係 鬼扯淡的事情嘛 日本跟高端一點關係 高端這個事情 跟我們之間生活的關係 我們要先確定嘛 你到底能不能夠擋住Delta 就告訴我一句話就可以嘛 Delta來你怎麼辦嘛 沒有一個人給我們答案 歐盟說 你這個中國的這些疫苗 我不給你歐盟我不給你認可 剛剛好而已啊 如果最近終於拿到 為什麼就是中國可能 最後必須要使用的是 用外國疫苗來救急 他這整個行徑啊 臉皮厚到原子彈打不破的程度 你這怎麼辦 你用怎麼去看 不管你用科學去看 或醫學普通的一個嘗試去看就是說 一個保護力這麼低的 你國藥跟科興 連中國他也自己認為說 無藍外保護力的接近五成啊 兩劑以後我會增加一點啊 但問題 他也知道BNT跟莫德納九成啊 我是打了一劑莫德納嘛 他說Delta可以頂百分之七十幾 那個我就忘了 他就忘了那個報告時間 那是兩劑喔 不是一劑喔 你一劑沒那麼有用喔 那一劑是多少我想問一下 拜託一下有個全世界告訴我 陳時中告訴我 一劑是幾%對不對 我就把那個幾%扣掉 我就那我還是不敢出門嘛 每天還是躲在家裡嘛 對不對 那九成的人打了兩劑以後 他會覺得說 啊 你九成打了兩劑十萬喔 我都打這個不到五成的呢 可是我們都只有幾十個 你是在騙貴喔 Delta來了 高端能夠抵擋幾% 一個數字告訴我 就這樣子 其他沒有問題 總統可以接受 全世界都關心這個問題 陳時中自己都不知道 因為上面都不能寫 大家都不知道 我們每一件事情都有百分比 都可以量化數據 高端沒有量化 大家兩眼漆黑一片 然後就說 煮什麼把它煮就沒關係 愛台灣 問題是 問題是Delta他不愛 不再愛台灣 Delta來我們就掛掉了 他是因為死愛面子 不然以他11人口 他如果說幾百例幾千例 或者說他上萬例 跟全世界來比較的話 他如果透明一點 大家也會覺得說 你也沒那麼嚴重啦 不要那麼緊張 但重點是 他都是騙嘛 他的疫苗是因為是用這個 滅活的這個技術 滅活菌的技術 所以他的抗體是 濃度是不足的 所以你打了第一劑 可的效果是極低 那第二劑的話 效果也起不來 我們明年怎麼過 我們今年 今年可以過 記得大家撐一下嘛 我們現在看起來撐一下 而且1500萬塊進來了 快來了嘛 快來了就OK了嘛 台灣這時 也面臨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我們沒有疫苗 陳時中發用那個形容詞 來用個成語 表現出他的果聞程度 他叫做什麼 他叫做居心叵測 對不對 我現在告訴陳時中 我現在心情我告訴你 叫坐以待斃 這個洞對不對 真的太大太大 他覺得他要讓你來看 快點 都可以